记者刘晓星张华报道,劳极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出审过关,总统蔡英文今天出席全国基优志工,即基优志工团队颁奖典礼离去之际,被媒体问到否愿是否对劳极法修法不同调,民调显示年轻选票流失等提问时,蔡英文笑而不答,没有回答只字片语。 而针对劳极法修法仪式,张华县长卫明谷在接受媒体访问时,对这次修法,他是给予支持。 卫明谷强调,张华县是中小企业群聚的地方,全现有16000多家中小企业,其中雇佣员工30人以下的工厂住占了93%。 7%因为每个工厂的劳工人数少,在人力运用上的弹性也相对不足。 卫明谷指出,他认为在加班部分,只要资方不强迫劳工意愿,尽由劳资协商下,让愿意加班的人可以加班,多赚点钱,对于不想要加班的人也不能强迫其加班,让劳资双方好好的协商才能解决劳力运用的问题。 3%